白是不对,不对的话它是对,黑的它说是白,白的它说是黑,好的它说坏,坏的它说是好的。 好像,我听见果宁他们讲,说是多吃东西,这叫苦亨,这不叫不正直,这不叫协职协贱,他们说多吃东西吃得多一点,那叫最难行的苦亨。 所以他们听着吃,多一下,又一下,听着吃,不要命运吃,这是全苦亨,这不叫不正直。 我早上讲,我都不许理他,我也不管你,苦亨就苦亨,天亨就天亨,你为什么亨什么亨,我不管。 今天呢,我告诉你,这就叫不正直。不正直就是协职协贱,这是第七。 第八是什么呢?第八就是散烂,散烂就是没有定义,就是,见到外照,好像那个照相这样子, 左一个照相片照,又一个照相片照进来了,又一个照相片照进来了,这是照人的相片,不用一边照。 这个就是没有定义,所以就有散烂。 你修常病就是治散烂。所以,这是这个第八个大烦恼,就叫散烂。 这边所讲,这是二十种,随烦恼,大有八,中的有二,小的有十种。 好起来,十二是,不是十二。 但我保留六个,根本烦恼,有六个根本烦恼。 我保留六个根本烦恼,我相信,能够很,对他很熟的,可以说是老朋友。 第一个就是你的那个他和我的这个他和他的那个他 而我们的咱的他都是一个样的 三二一一二三 这个人是不同 但是这个他是一样的 可是他虽然是一样的 他又可以说是不同的 那么不同呢 你那个他就大一点 我这个他就小一点 或者你那个他就少一点 我这个他就多一点 个人有个人的他 把这个他呢 这个他呢 把我们这个人呢 都害了 怎么害了呢 你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怎么被他害的 你到现在 为什么你没有成佛 为什么你这样临时没有聚会 现在你懂了吗 就是因为这个他呢 这个他呢 这个他呢 就他呢 无恙 神们也不怕多 钱也不怕多 物质也不怕多 那 那个烦恼也不怕多 什么都不怕多 多多越好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所以说 韩性应景多多以上 越多越好 就是呢 这个贪的表现 第1个就是贪 第2个呢 就是这个称 这个餐,我讲经了,讲一会儿我就对这个餐字详细讲 这餐就是什么呢?就是你那个鱼鸣,就是你那个像炮虫的脾气 像炮虫,所以说是像炮虫的,那还是小现在的人呢,因为原子弹发明了,精气弹也发明了 原子的无名,原子的鱼鸣,也有原子弹能力,有精气弹,那么大的威力那么大 这个鱼就是一种脾气,最大的火气 这是第二,第三个根本烦恼就是这个鱼,那为什么这么做错事呢?就因为有这个鱼 这个鱼呀,为什么不应该做的事情也去做 不应该,小的也要去小 好像现在一般青年吃这种迷魂药,这是本来不应该吃的 他就,吃了多粒,要吃那粒,吃了那粒,又要吃多一粒 他以为,啊,究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多吃 为什么?就是因为愚痴 这愚痴呢,因为这里头别有洞天 因为在吃这个药里头一定有新的发现,啊,甚至有好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 他要在这个吃药里头发现新大陆,意想起来是不是愚痴呢? 就因为这个鱼痴啊,这个鱼痴啊,这个鱼痴,支配的颠颠倒倒 这是啊,第三个 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慢,就是我慢这个慢,骄傲 这种慢,也是一种烦恼,第四 第五呢,就是这个疑,疑就生怀疑不信 称他的疑鬼,疑神疑鬼,疑是疑非,疑己疑人 对自己他有怀疑,对人他有怀疑,啊,这个道理是他他有怀疑 这个道理不是他有怀疑,所以啊,这怀疑啊,这是第五个 第六个呢,是什么?就是邪见 他这种呢,知见的,是最不正当的,邪知邪见 这是啊,六根本烦恼 我今天呢,把这个烦恼讲完了 我希望啊,我们人呢,那烦恼也都完了 啊,也要抱他,不要,因为这个烦恼就是你的亲戚,是你的朋友 你应该啊,把他撇掉的,不要再啊,帮着这个烦恼,来造一些罪业 对你,帮着烦恼,烦恼就帮着你造罪业,这个罪业呢,就落到你的身上 烦恼,他是,摸赫撒不管他,他是不管你,受罪不受罪,遭报不遭报,他是,掏之夭夭 你受罪的时候,这烦恼就都跑了,没有烦恼,那时候 你到底,那时候没有人呢,没有这个烦恼跟着你去烦恼 为什么,那时候烦恼也半了,跑了 啊,这,根本烦恼也六种,这,随烦恼也二十种 这就是啊,这个四地法里头,在这个祭地里头的包着 这个祭地啊,里头啊,招出这么多的烦恼来 所以啊,此事经历的招感性,招感什么呢? 就招感这个烦恼 你这个烦恼,觉得你得不到真正的智慧 你要想,得到真正的智慧,就要把这个烦恼先降服了它 先降服这个烦恼,你要认识它是烦恼,你才能降服的 你要不认识它是烦恼,你想什么呢?想哪一个呢?不知道哪一个是烦恼,你怎么想呢? 就好像,这个,你想去杀这个贼,这个贼也是个人 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烦恼的人,一定要知道这个贼在什么地方 你认识这个贼是什么面貌 你要不认识这个贼的面貌 你和这个贼两个人走到对面了 你以为他是好朋友? 你为什么你不认识它? 你不认识这个人,就是个贼 就是人来偷你东西的,抢劫人的给你保,就是这个贼 那么这个烦恼也是这样 你要是被这个烦恼认识了,然后就不被烦恼的警戒做着 这就可以把烦恼降服了 不苦戒灭道 诸仆必排各清宫 这些烦恼的消息 七九八正隐秦 一旦贯通 成圣果,天真有余乃化成 现在是讲这个四季法 神称为的四季就是苦祭灭道 前面已经讲过这三苦八苦无量诸苦 又讲这个基地有根本六种烦恼 也有二十种随凡 这是属于基地 现在讲这个灭地 这个灭就是不动的意思 也就是啊,这个乌炉的意思 终得到这个灭地上 你就得到真正的快乐 所谓涅槃四德,长乐我敬 得到这长乐我敬 这就是正的啊,这纪灭的果 可是正的这种果啊,还是小秤的果 不是大秤的究竟的妙果 不是大秤的究竟妙果 是啊,俄罗汉所证得的一种天真的理 他啊,他把这个分断生死断了 而没有啊,辽脱这个变异生死 什么是分断生死呢? 分就是你有你一分,我有我一分 每一个人都有一分,这叫分断 你有你的身断,我有我的身断 他有他的身断 有的高度有六七尺 有的四五尺,又有三四尺 所以啊,个人的这个段落不同 有的四尺,这叫哪六五尺 这叫段落 有的三六尺,有三四尺 elev到 apart那时那一天是否再担任何咱尼 由ießen到佛那一天,这叫一个段落 由今天到明天,这也叫一个段落 由今天到明天,这也叫一个段落 这是呀,一般凡无所�據的 战国就是统dled来的 变云神深辰osticiling 这分断生死 二生人呢 把这个分断生死已经了了 没有分断生死 争得这个寂灭的乐 争得这个寂灭的乐的时候 就啊 把这个见灰和思灰破了 什么又叫见灰 见就是你看见 而生出一种贪爱 这叫见灰 你对着这个警戒 生出一种贪爱心 这叫见灰 你见着啊 被这个见 这个警戒所迷回来 什么叫思灰呢 思灰就是 迷离起分别 你对这个理呀 道理 不明白了 生出一种分别心 你这个分别心一生出来 越分别就越远 越远你就越分别 这所谓呀 误入歧途 你呀 走到这个岔路 一边去了 所以呢 这叫思灰 争得这个寂灭之乐 你把这个思灰呀 和见灰 和见灰 也都断了 可是这个污名啊 还没有断 当有的菩萨 还有最后 一份的生相 无名没有破 所以啊 正德 这种在这种果位上 无名还有 有不过它不掀出来 那么 那么重断生死一了 变异生死 还存在 什么又叫变异生死呢 这变异 就是啊 这种 而人的 作伤 这个一种念 后念 跟着前念 后念 又跟着后念 念念 不停 念念 千流 这就叫啊 变异生死 这个 我们一念生 这就是一个生 一念灭 就是一个死 那么在这个 变异生死 念念不停啊 怎么叫生死呢 因为 它这种 警戒 还没有到 那个 真正的 定上 要到 那个定上 就这个念 虑 也没有了 所以 得到 出残的 警戒 你这个慢 会停止 到二残的 警戒 你这个气 会停止 到三残的 警戒 你这个念 律 会停止 到四残的 警戒 就无念 可是这四残的 警戒 并不是正果 不过 是修道的 一个过程而已 这四种的 禅戒 并不是 太高的 这种 长度 普通的 修道 多数 可能得到 这种的 警戒 圣公说法 万事点头 我现在 这 讲经 这个职业 说话 四残的 警戒 一般 修道的人 都可得到 这是这个 灭 看这个道 是应该修的 这个灭 是应该正的 等一等 再说这个 再讲这个道 谈到这个道的问题上 咱们首先呢 把这个道 这个字 来解释一下 这个道的字啊 用一个 走支 这个走支 走支呢 就是 叫你行 沿着这个道啊 就要修行 你要不修行 它道是道 也是你 没有什么用的 你必须要 依着这个道 去修行 所谓 道是行的 不行 好用的 道就是要去修行 你要不修行 它道是道 也是你 没能合而为依 你要是修行 依法修行 去行这个道 这个道 也就是你 你也就是道 道和你一样 根本就分不开 那么这个德行啊 德是做的 不做哪有德呢 不是说 我一天到晚说 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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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头上做德啊 实际上啊 什么德 你也不做 不单不做德 而且还造念 口头上造德 你身份就造念 这根本呢 就没有德 这所谓啊 挂羊头卖狗肉 挂这个羊头 不卖羊肉 卖狗肉 你说做德 就必须要做德 所以是 德是做的 不做哪有德 所以这个道字啊 你想修道呢 就要去刑取 要依照这个方法去刑取 那么这个手头啊 又加成一个手字 这手的头也 手就是头 所以是要修行这一件事 是世界上 第一件的 最重要的事情 最要紧的事情 你想要聊生死呢 就要修道 你要不想聊生死呢 那就不要修道 这个聊生死 并不是怕生死 怕生死 这个人 啊 活着的时候 聊到很欢喜 死的时候 啊 非常的恐怖 这叫怕生死 那这个聊生死呢 你想要到没有生死的 并不是啊 怕这个生死 你想要了生死 第一件事情 就要修道 所以啊 就用一个手字 你要不修道 就不能央到就不能央了生死 那么这手字 手字我们再把它分开来 这手字啊 上边两点 底下加一横 这个我们把它先放到一边去 不讲的 不讲的 单讲底下这个字 这是个自己的字 说是修道啊 叫你自己一修啊 不是叫人家去修 不是说你要修道啊 你要了生死啊 啊 你要作德 不是这样 要你自己修 这个道啊 投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要你自己来 去做 所以用一个字字 自己做啊 上面就有一横 做什么呢 就找这个一 找这个一 这个一 一又有什么用啊 这个意义啊 世界 所有一切一切 都从这个一字 生出来 有一 什么是开始 第一就是开始 啊 有一个 然后就有两个 有两个 就有三个 有三个 有四个 有四个 有五个 乃至无量 百千万万万万万 那么多 都是从这一字 生出来的 所以啊 这一字就是无量 那无量 是从一字 生出来的 无量 也就是这个一 啊 无量 也就是提 有没有一 就没有无量 没有无量 也就没有一 我讲这个道理啊 我相信任何人呢 没有法子反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实数 我懂这个素求 这个素求就是从一开始 啊 那么一啊 无量 无量为一 我们现在也不要一 也不要无量 也没有一 也没有无量 也没有无量 也没有一 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什么 也没有 就是个灵 变成一个灵字 啊 这个灵字啊 就是那一个圆圆圈 在英文就是那个欧 这个欧字啊 包罗万有 真空 也是在这个欧字里头 这个欧字从什么地方来呢 就是那个一字的变相 那个一字啊 这一 你把它一画成一个圆圈 就这个一 哦 你把它一打开 这变成一了 啊 变成一了 那么这个欧字啊 就是这个一字的本体 不单是这个一字的本体 也就是啊 天地间的一切一切的本体 也就是啊 那个大光灵藏 也就是那个辱来藏性 也就是那个佛性 这个佛性就是这么一个欧字 所以啊 中文叫个灵 在英文叫个欧字 这个欧字啊 啊 郭尊记得吗 有一天晚间 啊 阿玛走路啊 遇了个小孩子 那个小孩子怎么说来的 郭尊 你记得吗 啊 她怎么说来的 他怎么说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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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the old is the old he said what you said sig what what i don't know we're trying to what what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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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said what about a circl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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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s it that never ends? That was the question, what is it that never ends? She asked her mother that question. And the mother said, I don't know, and she was a circle. And the avid asked, uh, how does it begin? Yeah, I think. What is it that doesn't matter? Well, why do you have this thing? Why do you have this thing? Yea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is. This is a point of view. Oh! It is a point of view. It is a point of view. It is a point of view. We can see what one is. 就是生成画画,真乎妙有真乎,这个欧字,它也没有一个死,也没有一个针 你要把这个欧字给打破了,给割断了,它就变成一字了 这个一字就是什么?就是那个无名,变了一就变了无名了 有了这个一就有了无名了 没有一个圈,因为这个圆圈,它没有打破这个圆圈的时候,那就是一个无来葬姓 打破了这个圆圈就变成无名了,这一字就是无名的开始 所以,放开我不说,因有无量,无量有因,这一点的烦恼就生出无量的烦恼 无量的烦恼也就因为这一点的烦恼才生出来无量的烦恼 所以,什么都没有做了这么多的糊恼,啊,就因为这一点的无名 我们的一切的糊恼,这么多的糊恼,这么多的烦恼,这么多的烦恼 我们修到,打这个一字,还有凡本的荒原,叫它变成一个欧字 变成一个欧字,这时候一名凡本的荒原 繁回来到这个武来藏性上,繁回来到这个真空妙友上 啊,这个一字,是这样 你上面都有两个点点 这两点,这两点是一阴一阳,在《意经》上所讲的 一阴一阳之为道,偏阴一阴阳之为地,这一阴阳之是个道,要是呀,回得春阴就变鬼,春阳就变神, 那么这叫偏阴偏阳之为地,那么分开的,这两点也是从那个一字就分开的,由这个无名就生出见鬼和撕鬼来,这两点也就是一个见鬼,一个撕鬼, 刚才讲,这个,断这个见鬼和撕鬼,这两点就是见鬼撕鬼,有这个见鬼撕鬼就生出的无量无边这么多的鬼,这么多的烦恼,都有这个一字生出来, 您要想三个人,就是,把这个姻字叫它再变成一个欧字, 怎么变成,变不困难,您只要今天呢,跟那个用功修道去参参打坐 就可以啊,反反反反反反,变成这个欧字,也就变成了你的本性大光明大 这种的简介,确实我不相信,所以你才黑暗,你要相信,就会恢复你的大光明大 因为你不相信这个法门,所以无名烦恼,一天到晚也离不开你 你无名烦恼离不开你,你呢,就变成一个黑气筒,参丰来讲黑气筒,就一个竹筒子里边是一股黑气 你要是相信这个法门,就恢复你本有的智慧,反本还原,得到这个大光荣 也就得到你大圆定之,平等性之,妙观察之,成所作之 你看,就这一个道字,这一个道字,我现在讲啊,就讲一个一点点,万分万分万分之中的一份还不够 要是详细讲这个道字啊,那恐怕也需要啊,很久的时间 也讲不完,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妙了,因为它妙,所以啊,就讲也讲不完 智者大师讲这个妙字,讲了九旬,九十天 那么讲这个道路啊,要按清路来讲啊,不单说九十天,就九十年呢,恐怕都讲不完 你看,你看,我的一生的生命呢,恐怕也没有那么长,所以这可以一点点 这个道字啊,哎,把它讲一点点 这个道字啊,哎,把它讲一点点 这个道就是个人字,所以这个道啊,也不是在经上,也不是在地狱,也不是在土上里面,也不是在恶鬼里面 是在人这个地方啊,是啊,每一个人都可以修这个道,每一个人都可以成这个道 每一个人都本有这个道,本来就有这个道,不是从外边得来的 你这个道,你这个道是不是丢了呢?没有丢 每一个人都具足这个道,所以啊,在这个,这两点 每一个人,要是在天上讲,就可以说是日月,所以一个点是日,一个点是月 要人生一个点,就是两个眼目,这是啊,这两个点 那么,究竟这个道啊,要用你的智慧眼呢,来修这个道,要有智慧 因此的人是不能修这个道的,必须要有智慧 由智慧,你修这个道,把这个衣服,让它反本还原,变成了这一个灵子 这一个灵子就是无来当心,就是大光明放,就是你我共同俱足的那个佛性 你都能恢复这个佛性,你就尽身成佛 不要啊,再等三期修修复会,摆接众向好,不要等那么长的时间 既可以,就可以成佛 所以呢,你为什么内疼呢?就是因为你呀,没有知道这个道 你没有修这个道,也没有人在教你这个道 所以呀,你到现在,还是呀,生了又死,死了又生 啊,生了死,死了生 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啊,你转来转去 你就要跑到这个,这个灵子里它去了 跑到哪个灵子去呢?跑到这个六道轮回这个灵子里它去了 就六道轮回转来转去 忽然而天,你就忽然而地 忽然而回,忽然而处生 忽然而天堂,忽然而地 忽然而恶修夺,忽然又做人了 在这个里头转来转去啊,你就跳不出去这个轮回 你跳不出去这个轮回,你打破那个一字,凡凡的还原 啊,再到那个,如来大光明荡 那就是呀,你本地封光,本有的家乡 你的自己本有的家乡就在那里头 顾虎罢主,外培门人 庞虎罢主,外培门人 个情gement 谷虎应该 april 八苦仍是逼牌人,一万多苦仍是逼牌人。 这些苦的逼牌人,所以叫各相军。 这个地、拒、招杆是不同的。 那么,你有什么烦恼,也招有什么烦恼。